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禍 嘉禍是安省多倫多註冊的唯一一個華人家庭服務中心 我是你的總幹事 黃曉迎博士 Anna 大家好 歡迎回到嘉禍 我是Brian 在開始節目之前 都呼籲一下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可以獲取更多關於嘉禍的資訊 還有我們亦都做了一系列關於嘉港救生艇的影片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都想說回疫情方面的資訊 就是關於網上經濟的資訊 我有兩位嘉賓 多方面的專家 陳嘉豪 嘉豪 你好 好東西 跟你合作了兩場 你已經知道我是多方面的 好多化 很多化 還有我們人力資源 顧問Jacky Hello 大家好 其實疫情過了一年多 其實我覺得都很考每個方面的危機管理 危機處理意識 就看看他們應變能否做得好不好 無論是國家也好 他們應變 封關 疫苗 疫苗 什麼都好 然後到企業的層面 究竟可不可以 突然之間Work from Home 這些賦套做得足呢 還有個人方面 究竟你的心態轉不轉變得好 還有就是你家裡Work from Home 究竟你有沒有Discipline 可不可以做到這些事 其實都真是很 就是很考個人功夫 是啊 還有真是一個很Crisis的一件事 因為當一開始有疫情的時候 大家關注的就會是封不封關 已經有很多Noise 然後我們何時開始 哇 殺到你了 要搶口罩 其實我想大家都很記得就是搶口罩 搶一下散衫 那些時期 你作為一個家裡的一份子 其實是為了家裡就要做些事 公司的同事可能都是為了公司的同事 即是為了公司的需要 都要去搶這些東西 變成已經有第一浪 大家好像打仗一樣去做一些安排 第二件事 如果在自己的家裡 就會去想一下 我們的食物要不需要儲存 是不是要買多些 去超市會不會很危險 現在在公司的方面 就會到IT頭痕了 因為你怎樣去確保 我們如果有人想減少 或者在公司裡面減少大家的接觸 要保持距離 就開始已經想到work from home 一work from home 你就要看看那個 Infrastructure 可不可以支援到 尤其是網絡可不可以支援到 同事適不適應到 夠不夠notebook 因為如果你的地址 我沒有理由整台機帶回家 還有怎樣去其他配套 因為在公司就習慣了 肯定有一個印刷 我想要的時候 硬碟拿出來看又行 簽個名又行 開張票我都可以傳來傳去 當有疫情的時候 這些東西全部都要改變 因為大家想減少資訊 變成大家又打了一輪像 搶網絡 我想好像Bell 那些Rogers那些 那些就突然之間 很多人找他們 我怎樣去加大我的bandwidth 怎樣可以設置到VPN 然後很多買機 就會放了很多投資 在那方面 變成在IT的支援 大家就會一窩蜂去做 是因為有個需要 突然之間一聲出來 所以就令到大家有這方面的投資 如果我是玩大富翁的話 電力公司Bell & Roger 就是今次這件事的大人家 不要只說多人多 你講全部這麼多的省份 整個北美洲 網絡和電一定是贏硬 因為你全部東西都沒有 其實很多不同的行業都改變了 是嗎 是呀 除了唯獨這三樣東西 隨便的這三個種類 是不可能跟它說不 是嗎 另外這樣看 我會這樣看一件事就是 剛才你問了一件事 我覺得很認同的 就是很多現在的Retailers 或者現時的現實行業 他們沒有可能不轉 他們一定要轉 因為現在不是說雙方Cut 不是說一兩天沒問題 很多人的Mindset就是 那裏有疫情 這裏有人不舒服 大劑了 我家公司有人中了 14天大家 我們shut down 隔壁先休息一下 之後我們會重開 其實不是的 我們說這個Trend 這個漩渦 這個Wave 是說第三Wave 繼續下去 會繼續繼續 但政府現在跟你說 不用擔心 沒有問題 我轉回來做紅色 遲些會橙色 然後綠燈就亮了 其實不是疫情沒有問題 是它的庫房沒有問題 它的庫房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被迫一定要去做 只不過是我們要小心一點 令到事情不要再更加糟糕 但很多時候 我剛才跟Brian說一樣 很可惜的就是 有很多行業是挽救不了 食肆 所以我大喇喇一大塊錢 我打算開一間餐廳 突然疫情來了 現在就白膠張 就黏到傻了 之後去到 當疫情沒有問題了 我已經欠到全身債 我怎樣運動 我不能運動 我自己鑑三八八就弄死了自己 這個是很可惜 很多行業的食肆朋友 都是跟我生這一樣 除了食肆之外 旅遊業 這些其實都影響很大 因為這些都是需要人 即是身體到處走去走去 才可以有這個 即是有 income 你入旅遊 還有航空業都是 除了你剛才說的食肆之外 因為知道你多方面都有發售 因為你知道之前也有小生意 其實有沒有一些轉變 在疫情之後 我很簡單 基本這樣說一說 我全部所有售賣食物 或者是售賣品牌的產品的東西 我全部現在變成 online 好處的就是我人手少了很多 我不需要請留在一間店舖 我不需要交水電梅租 最好是什麼呢 我不需要給一個商店 去括限了我 你要十點鐘開門 晚上七點鐘你關門 不用括限了 我可以二十四小時的運動 好 不好處是什麼呢 好似你剛才說的 我雖然是水電梅租 我全部店舖的東西 我全部的費用 開支我少了 我家裏面的開支就多了很多 是的 去廁所去多了 沖廁多了 洗澡、電 網絡不夠 媽媽又要看劇集 這個又要看這件事 那個又要開這件事 即是我如果要留在家 work from home 那就是我要付更多的錢 去賣服務回來了 最後 全部東西帶回家 我都要有空間 是 最後我要租倉 是的 但是倉說得明的是 我們會讓你繼續租 當你去到那個租金 你應付不了三個循環 我們會鎖你的鎖 即我們會鎖你的鎖 之後我們就會拿你的鎖去拍賣 好了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這件事 我發現有很多 本來有店舖的一些老闆 現在都是暫時先把貨物推到倉 他們因為習慣了 我們要有貨出街 已經儲存了那些貨 現在突然出現了疫情 他們不懂得怎麼辦 那些貨物就宅住了 現在就變了很多大倉 逐版的東西收回來 因為你們沒有交租 我將你的東西買出去給其他人 改來就是白白的波產 我也記得在疫情的初期 頭幾個月 全世界都禁止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有一個個案 大家都很震撼 有些相片傳出來 好像是說是馬來西亞 就是一些大的Department Store 因為閉嘴之後 大家都不上班 不開商場 當然沒有人留在裏面 污英都沒有一隻 但是毛菌就來發作 有些很名牌的皮具 皮鞋 手袋 很多個位才能買到 全部都發毛 都幾可憐 那批貨就報銷了 是的 另外有些新的商業的想法就出現了 這個我剛剛才知道 我先問一問你們 這個不用問 這個一定有 你有沒有帶勾 我沒有 哎呀 這樣就虧了 哎呀 我比較著重內涵 是的 我發現了 因為現在疫情 上班的人數少了 他們的生產量也降低了很多 原來很多人炒標 是的 原來很多名標 疫情之前也有 有人說我要哪一隻名標 那個款 不好意思先生 因為不夠人手做 等兩年 兩年整隻標 現在是這樣 好了 變成了什麼呢 In Stock有貨的那一班 現在就是其中之一班贏家 是的 這是一個挺有趣的新商機 我發現了很多一些 看到市場開始 現在疫情了 這個東西在缺乏 我就推翻這個東西出來 就買了 我之前有些美國的朋友 疫情之前 早幾年 其實他們都在網上 是炒招的了 而現在我覺得 反而是它還擴大了它的市場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願意去上網 買這麼貴 買這麼貴價的貨品 其實比較先鋒 在網購方面很先鋒 也都信任網絡的安全 才會做的 然後它試了又覺得OK 所以它就當年 我們這些朋友 就會是 Rely on 一些比較出名 他們已經用過 有信譽的一些平台 去做這個網上的買賣 就算是這麼貴的一些產品 現在這個年代 就變成了因為疫情 大家就算我 原本我是覺得很 很conservative 有一個網購 大家都湧出來 所以網上購物 其實已經成為了一個風氣 一來就是因為我們不可以 很多店鋪都不開 人人在家裡又不知做什麼 有什麼消遣呢 除了有很大的壓力 做工又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改變 你要面對 家裡又有多了東西去兼顧 你唯一可以發洩 或者是去舒緩壓力的 可能都是購物 沒有得去逛街 唯有網上購物 所以Amazon之類 這些品牌 大家我想 未試過買的 都減少了很多 這些朋友 大家都已經有了經驗 然後在裡面 就會發現購買的樂趣 我不適合退 就有一個潮流出來了 其實除了網購的網站之外 其實連帶當然就是那些速大公司 也都是多了很多生意 例如幾大那些D字頭 S字頭那些公司 其實都多了很多生意 是直接說 現在的空運 直接是不夠位的飛機 沒有位置給你做空運 所以搶到貴了 那些價錢 另外就是外賣的Apps 都是多了很多 因為以前在香港見到 譬如一些小店 他們都不會覺得 他們會加入這些外賣Apps 但是因為疫情之後 不可以堂食 他們都要 沒有辦法 都要去加入這些外賣Apps 他們要分承什麼都好 都要變的 因為都沒有人來堂食 所以都要加入這些外賣Apps 給他們送外賣 所以見到其實 實體的經濟 好像都慢慢開始變 可以回到工作環境 因為之前都有看過一些報告 都覺得 之後的潮流 就算我們疫情完了 其實我們應該都會變成Hybrid 就是半上網 半是回公司 很搞笑的就是 我看那條片 他就說以前七八十年代 Partition 是一個潮流 是先鋒 然後就變成 Open Working Space 因為那些科技巨頭 就很喜歡 很大的Office 我們很親民 但是疫情 今年 2021年 我們又要變成Partition 就好像一個Cycle 很搞笑的一個現象 作為一個人力資源的專家 你覺得 是不是真的 你覺得疫情過後 是不是都是會Hybrid 還是你覺得都是不行的 公司真是同事一起開會才開心的 其實呢 當然一起開會就開心 你問我 但是呢 其實這個Hybrid的現象 一定會繼續的 為什麼呢 你剛才說的Partition 現在潮流輕的Partition 跟以前那些不同 以前那些就是私隱 多高都好 你看不到我的 老闆可能要看下來 你的Cubix才能看到你在做什麼 現在我們的Partition 是怎樣的 透明的 我們是 交片 可能 一件事我們Open Office 然後我又要有一個社交距離 或者有一些Infaction Control 你可能就會製造一些Partition 而這些Partition是透明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的樣子 另外一件事 反而更加對經濟那裏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就是因為發現 原來被迫在家做Work from Home 很多行業 很多的 除了我們剛才的家庭說 真是一些很Frontline 或者你真的要去到那個現場吃東西 你不能往上去吃東西 不是這樣塗一下聞一下 就會吃到的 所以呢 就發現很多的工種 基本上 你以前沒有想像過的 都可以Work from Home 或者Work from Distance 你不需要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共野一路 變了 因為大家因為疫情 亦都對經濟壓力 生意壓跌 我們的Profit Margin又低了 或者各樣東西的壓力底下 你都要考慮怎樣開完折留 其中一件事可以折留的 原來我不需要租這麼大的辦公室 我亦都不需要搞這麼多東西 其實影印或是你刷印出來都少了 大家不在辦公室 你想想 你在家裡我的刷印 我未必可以拍到這麼大張紙 久而久之 那些同事原本很習慣 我說我的電郵印出來看看 所有東西都要拿出來釘進去 打印給你簽名 原來這些東西已經可以不需要了 可以Streamline 很多的Work process 在這個層面 很多老闆他們就會想到 其實有很多錢可以省 Hybrid 就會出現 出現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分一些工種 有哪些可以是work from home的 然後 辦公室不需要每人一個位置 我一個open desk 你們輪廓去做 好像一些share辦公室一樣 就已經serve到那個功能 另一方面再掘起的 我就會想像 就會是家裡天賜的一些民意器材 因為每個人可能在家裡 都要掘畫一個地方 做他的work from home的area 甚至乎有一些大廈 或者一些property 它會變成一個hybrid的operation 既是家裡 亦都是有一個corner 或者是有一些職 是給你有很強的一個網絡 其他工作室 全部都會做配套出來 是 之前我都訪問過一個 某藍色汽水品牌 是加拿大的公關總部 他就說 其實他們的汽水品牌 都有五個辦公室 在大多倫多市 變成一個大辦公室 因為其實他們都在想 怎樣可以開完置留 租油省 人手也可能會省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除了 你剛才說work from home之外 有一個新的字叫work from anywhere 簡直是說到 如果譬如我在一個大城市做事也好 我以前要在大城市住的 但是現在不需要了 我簡直是在第二處住就行了 反而一大城市 人口下跌了 其實多倫多在2020年人口是跌了的 就因為很多人因為疫情關係搬走了 雖然樓價就未必是一定會跌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現象就是 work from anywhere 直接在不同國家做事 outsource了給一些 勞工便宜一點的國家 都有可能的 之後我們就會有討論 究竟是否 勞工方面 譬如我們發達國家的那些人 究竟的機會是否少了呢 因為那些人可能真的會覺得 不如我outsource去另一個國家 譬如一些 Hotline call center這個人呢 這個就最受影響 因為到處都懂英文 那些人不一定要在加拿大做 另外一件事有一個討論的地方 今天想說可能就是 其實究竟work from home 或者learning from home也好 究竟是否對學生 或者僱員是好的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不是喔 你 learn from home 你可以學習世界各地的東西 就算今天我在多倫多 我可以去上亞洲的課 我可能上溫哥華的課 同時它都可以 雖然你可能要克服時差 但是也有另一部分的說法就是 如果我家是比較窮的 我沒有這個上網的設施 我沒有電腦做得不好 又或者可能它覺得自己的房間很小 很亂的 我不想開鏡頭上桌 所以就有兩部分的說法 不知吉岡你覺得 其實哪一個說法才是對呢 還是其實都是 都有它的道理 我覺得的是 如果你是想做那件事的時候 你就算幾大問題也好 你是想做那件事就想做那件事的 好像我經常都問我以前的行業 就是如果有一個宗旨 我不管你用多少的方法 總之一個宗旨是專注在那件事的時候 你一定會做到那件事 那你是不是專注在那件事 是不是 好了 我的房間很亂 那我房間其實沒有收拾過 那是不是可以改變了方向呢 要不要拿羅庚出來左北向南 檢查了之後 後面的背景好些 就在那裡開始 你是不是肯不肯去行動 是不是肯去做這件事 好了 之後另外 我覺得現在 其實在疫情期間 你說得一點都沒有錯 大都市裏面的失業率高很多 說的是不是說少少 是很多的百分比 但是同一個時間 很多附近的就業機會高了 因為他們也發現了 我們剛才說的 原來上網已經做到 因為現在不需要有辦公室 而我們如果是僱主這樣看這件事 其實我不需要留在多人多做生意 我可以把我的生意搬去台灣任何地方 或者搬去溫哥華 過省 穿州 我只是在網絡那裏 請一個人在那裏當地幫我arrange 已經解決了這件事 其實對我的生意 和對我的數目來說是高了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這個疫情 好像很多衝擊 很多挑戰 反而最重要的 剛才你們兩個都有說的 第一就是主動 第二就是由你自己去做 你要做的事 你一定要變通 想到辦法 例如大城市開始跌了 因為原來無地域的限制 很多東西都可能 這是衝破了我們想法的框架 這件事大家實實在在地去經歷了之後 就會知道原來有很多東西 可以無限想像都可以實現 這就是正正我們這次最好的學習 你有這樣的心態 亦都可以正面積極地去面對一個不同的情況 去灑一條血路出來 其實這才是最重要的 你剛才說了 有些大城市就會少了人 然後周邊的地區就會發展得好 其實變成了有少少的 變成了整個經濟的狀況 大家都比較公平一些 或者沒有再集中在某一些地方 變成了其實機遇是多了 你那個選擇已經多了 剛才Brian說那些 外出其他地方 從任何地方 其實這個不是今時今日才發生的 是 很早年 我想這件事已經存在二十多三十年 但是之前要行這個舉動 那些機構就會需要很大的考慮 我是否可以在一些偏遠的地方 可以設置一些Satellite Office 在那個Infrastructure 和在那個 它那個 就是Capital的Investment那裏 他都會想多了很多 但是今時今日 原來大家在家裡已經做到 你需要的 只需要是 提供一些Re-Investment給他 確保他工作的地方 即是他家裡 是有一個足夠的網絡去支援 然後他有個知識便可以 其實相對來說 在用人才那裏 或者是你找機會 或者找市場 其實擴大了很多 所以在疫情裏面 雖然我們是覺得 有很多東西都是一些新挑戰 如果你願意去正面一點去想 其實機遇和可能性是闊了很多 沒錯 是的 等於上個星期我去看醫生 你以前看醫生 你要去排隊 坐之後等 外等完之後 讓醫生過來 張開口 這樣看而已 現在反過來 你看著電話 他看著你 醫生說什麼病 喉嚨不舒服 你張開口 我對著電話張開口 你發炎 我心想你發炎 其實現在的trend不同了 你說得很對 大家以為這次大件事 疫情影響很多東西 其實不是 是疫情令到大家 在一個舒適中 跳出來 去想更加大 而不是只想 為何會這樣發生 現在在想 我如何可以做得更加好 你剛才說 看醫生 望問問切 其實他只是做不到切 如果他找一部機器 即是有人想到一部機器 然後我叫你貼著你的手 他已經看到你的動作 其實連切都做了 隔著電話 還有你有沒有想過 以前的小孩子 我和他學畫畫 可以在家學 而老師不用上來 現在網上學畫畫 也有 甚至乎學跳舞 也有 你有沒有想過 學彈琴也可以 但這些東西 在我們以前未有疫情 不是因為他那麼持久 不要讓我們去想辦法的情況下 你以前是沒有想像過的 等於調轉我問你 你現在是上學的 你想在家裏面上學 還是在教育上上學 其實我真的比較喜歡一半半 因為當然家裏有好處 例如我經常上八點堂 我起碼不用早一個多小時起床 然後搭車去上學 要裝身 但不用了 現在我其實我穿著睡衣 我未刷牙 我已經可以落字 一上半身 下半身是短褲 如果大家見功 就不建議這樣做 上課也可以 可以 7.50 8分起床 但是另外一樣 少了跟同學之間的互動 這個我也是掛著的 就算不是說同學之間 我聽到一些人說同事之間的互動 在疫情之間少了也有些人會掛著 我真的這樣說 因為人始終是一個群體的動物 變成了這些 所以我們不是因為疫情或一些轉變 令我們多了可能而去撇除這件事 反而我會覺得我們增加了很多機會 是因為我們發現 有些網上或沒有地域限制時 有很多事情都做到 但同時也要 要保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所以在學習那裏 你說網上或是在人 我覺得是一定要參半 最少都要參半 如果不是很多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溝通或是表達 就會越來越差的話 其實對所有的事情都不會有成功 即成功度會減低 的確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疫情 都是教我們窮質變不變質通 其實都沒有說不可以變的 大家都是電話願事永恆才對 就不可以說我要 站在一個計劃我今天不變 但是因為環境變了 疫情突然之間來臨 我們都經歷了 究竟上年3月 還突然那個世界 全靠了 那個感覺 其實我現在仍然是覺得 哇 這個感覺都真是很深刻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 在我二十多年的生命 可以經歷到這件事 我都覺得是 算是一個經歷 可以感覺到 我覺得除了你說不同 個人層面 其實大家都有 學習到的一件事就是 以前可能有些人是沒有什麼 安全的 我反而就知道有些人就覺得 因為疫情之後 原來我真的會武功回半年 一年 這樣 其實有些人在個人資金上面 都有一些醒覺就說 原來我都真的要儲回一些錢 in case 有些什麼事情 病也好 外面外在環境也好 因為我不可以工作一半一年都可以 survive 其實這個疫情都改變了大家很多東西 有好又不好 大家都可以 走步路出去 走出 comfort zone 都可以變得更加好 希望 那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裏了 都希望大家可以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和我的社交媒體 拜拜 拜拜 不夠錢的找Brian 不要的 有錢仔 本信息是為了提高公眾對社區資源的認知 如果需要尋求專業意見 請致電4169798299和專業人士聯絡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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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